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新闻大爆卦 一样是按赞 订阅 分享 那么可以双开的话当然最好 还有等会要参与我们的线上投票了 同时在这边我先感谢大家 四年来的支持不离不弃 那我们最近还是推出了 这个斗内的行动 那么希望大家呢 来支持我们一起强化监督的力量 那么支持的方式非常简单 一样是打开中天新闻网的APP 点击右下角的这个中天宝宝的图案 那么可以选择你要赞助的斗内项目 包括了支持中天重返52 团结的感觉真好等等 任君选择 留下你的秘称 以及想对中天说的一句话之后 你完成了整个斗内付款的程序 最后你可以在镜面上看到 你的新声和秘称秀出来 而留言呢 也会在下方的跑马灯上出现 那么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但我们每次都还是要提醒大家 斗内也请大家亮丽而为 那当然今天的这个线上投票 就希望大家踊跃一点啦 这个是周玉寇点名了 黄杰选高雄市长 防止绿营 县长已经传出笑声 真的啊 他年龄够吗 对喔 然后说可以防止这个 2026绿营再次阴沟里翻船 而且他认为这可以选的 赢柯智恩 好那我们今天问题就是 那你觉得绿营会派 谁跟柯智恩对战 一就是黄杰啦 二许智杰 三赖瑞隆 四林带话 欢迎大家投票投起来 这一题我们等一会也会讨论到 好那当然大家还是要关注的就是 今天是轻鸟重返立院的第二天 那么很多人看到昨天第一天就有点摇头 想要那安捏 轻鸟放鸟了 好因为在光是昨天好不好 昨天白天的时候也辛苦大家了 大雨酷暑之下 现场大家看到说 水冷散好像比椅子来的还要多 这边比人还要来的多 那很多的空椅子甚至被击 是不是都是因为都是博爱做 所以没有人敢做呢 那更直接的也就是 有记者直接受不了了 在现场喊 说人少成这样怎么拍 我想在现场跑过新闻的 我按采薇 太懂了 我懂他在讲什么好不好 这里面写得很清楚 三列记者说 都没有人要拍吗 要采访吗 那么摄影师说 要不要先抓个角度 先采访拍一两个就好 那记者说先不要 你要害我被总编骂吗 因为我们这东西要对家里交差的 我们画面太难看怎么用 所以记者说文字说 你去现场看看能看吗 晚一点再看看 最后就还是 明示也来问三列记者说 你们画面弄好了 三列记者双手一摊 怎么弄 人少成这样怎么拍 明示记者说 我也有问党部的 他们说今天参与的人本来就会比较少 他们已经有在叫人了 大概1800左右会到 那三列记者说 那我先回采访车上吹冷器 党部工作人员说 你们先不要走了 等等四点半 1630左右 长官会过来 你们再帮忙采访一下 那明示的记者就说 时间还早吧 麻烦你们安排好人 长官要上台讲话的时候往前坐 我们从台下后方取静会比较好看一点 党部工作人员就说 如果人太少应该打完招呼就走了 应该不会上台 那三列记者很直观 那我们拍个屁啊 一只都收在旁边 到底有没有人要过来啊 我站好几个小时了 那当然写这篇的 谁把绿色变成恶心颜色的这一篇 原po说梦到的啦 真的是梦到的 好那其实昨天的 不管是来节目的来宾 像是小牛委员 或者是波基他们有到现场观察了一下 都说 哎真的昨天人潮不如 真的很少啦 冷冷清清空荡荡的 因为空椅子特别多 好就是不知道因为这样 听说今天我们早上看到的一个画面 哎已经撤椅子了 那撤椅子我不知道是不是 想说今天下午这种 午后雷震雨的天气 会不会等这个大雨过后 再把椅子搬出来 或者说空椅子真的难看 所以先把椅子撤掉 但昨天大家也有在讲啊 就说因为大家也在骂说 菜色太烂了 好现场居然只准备了 5000份的民主州 那韩兵哥就说啦 又是教会又失州 这不是标准的难民吗 好还有不言的新闻台直说 一个月前民营党第一次 烙人上街头 我就在直播说干脆 开州捧失州 结果一个月还真的开州棚了 搞得像是黄河发大水了 齐炳清德宗应该下旨 周料实在插块不倒 筷子浮起人头落地 问就是民主难民护法乞丐 好那当然酸归酸 消遣归消遣 我很严肃的问啦 我说这个怎么会这样 青鸟真的消风了吗 还说看现在不准 昨天不准今天不准 要看明天是重头戏 富裕的表决大战 这才准 因为我本人呢 有稍微在这个所谓 青鸟的一些大群里面 大概看了一下里面的一些留言 最主要 第一个 那到现场要干嘛 又没事干 我在现场然后看个大萤幕 然后听你们演讲 然后我还要淋着雨 所以到底来干嘛 我来到现场能够对立法院 有什么帮助吗 好像也没有 那为什么以前愿意去呢 因为以前可能刚开始 不知道这件事情 或是因为打架才关注到事情 那再加上民进党前期的 影音啦懒人包图卡比较多 所以很多人当时被吓到了 来到这里 经过两周的时间沉淀之后 发现好像跟自己想的不太一样 发现呢就是完全是胡说八道 所以自然而然有消风的 这很正常 那第二个当然也是天气有所影响 那就是来淋雨干嘛呢 然后呢发现 民进党的人在里面也不用淋雨 民进党在里面还可以吹冷气啦 做秀啦 然后我们在外面淋雨 那很显然的愿意参与的 当然也就降低了 再来一个也很关键的 这些人不用上班了 不用上课 对吧 本来在平日的这个周间 当然参与的人就比较少 那为什么先前的感觉人很多啊 先前当然是刻意动员来的呀 所以谁那么平常没事干呢 特地请假 然后跑到现场去支持 就算有 经过了两周 热情会消退 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当然最关键的很多人可能认为啊 真的还有一些很有热情的 很有热忱的啊 在群里面说啊 就等到最后一天 复役的时候再来 但当然也有很多人问说 复役也是不会过啊 那到底就是到现场来 要做什么 像上次一样来到了现场 结果呢 因为有人以为要去冲 或者有人以为要有一些什么大规模的 就是比较冲撞的 或者是一些比较激励的 比较激动的行为 结果发现民进党都是刻意的在压抑说 绝对不要冲立法院啊 我们就到现场来加油 那还是一样 那在现场来加油 干嘛 那我在线上也可以帮你加油啊 对啊 我在家看电脑 我还可以吹冷气啊 然后我还可以这个吃东西啊 那为什么要到现场呢 现场东西也没有比较好吃啊 现在 所以这都是很自然而然 消风的情形 不过当然了 也只不过是在这几天 尤其天气也很不好 那关键的在最后一天的时候 尤其现在蓝绿两党都已经有在做动员了 所以最后一天 尤其是在青岛东路上 应该呢 是人潮会满满的 那到时候就看到底蓝绿两方 谁动员的人数会比较多 你觉得有可能会发生冲突 一触即发吗 小规模的 青鸟这边会冲立院吗 还是不会 不会啊 不会冲立院 因为对他们来讲说 这个是已经先前定下好的战略嘛 就是不能够罢占 绝对不冲 绝对不冲 那当然了就是对 可能小规模零星的这种肢体啦 然后或者是口角 我相信一定都还是会有啊 因为呢 毕竟不同的立场的支持者遇到了 一定会有些口角 但是我们就要 也是要辛苦警方啊 在现场就是那个隔界啊 然后或者现场的秩序管控 还是要稍微注意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要劳烦警方 好那当我们昨天观察 然后今天当然也持续关注啊 那昨天的情况呢 就是这个是在立法院外头 贴满了罢免蓝营立委的宣传喊报 从这个舆论战打到了罢免战 但这次拒绝人潮 明显跟之前是没有办法相比的 空拍画面你都可以看得到 大概就是零零星星 上百名民众贸雨力挺 这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很多的网友认为说 工作人员跟媒体人数还比较多 好那还有人在酸啦 游览车还在国道上吗 晚餐的菜色决定参加人数 好那网友也有讲 有看到轻鸟抱怨资讯平台被限流了 诶 主客博应该没那么闲吧 是不是轻鸟自己封锁太多人了 导致演算法推不出去啊 因为很多这个网友好像也在反映说 诶 怎么现在这一波 在网路上一些相关资讯呢 看不到一些轻鸟行动的资讯 他们听说内部的这些民党朋友们 也有在反映 但是我刚刚讲到人数的部分 虽然说明显的不如之前 甚至不如预期 但是请教亮哥 会不会就算今天晚上人潮不爆棚 但是明天无论如何也要给你爆棚啦 无论如何都要爆一下 对啦 可是蓝绿群众各站一边嘛 听说警察是要用人拉线 是喔 听说人也要在拒 我不知道是用什么拒嘛 因为拒马要放在陆中央 镇江街啦 放镇江街 放镇江街 镇江街本来就很窄 所以两边能占多少人 对不对 所以主要的人还是会 扩散到青岛通路去啦 那其实不是青鸟啦 是老鸟啦 我觉得昨天现场年轻人不多耶 大部分都是中年人嘛 对不对 所以是老鸟啦 基本上都是那42个团体的最核心的人啦 所以我认为年轻人还没有开始动 那可是我觉得 会不会动嘛 会不会动啊 我觉得效果差很多耶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邮盈龙的民调啊 因为坦白说啦这个国会改革无法的内容 现在也广为周知了啦 对 那你当初把人家说成那样 就是有点太过头啦 那连林桌水都讲话啦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人家不会这样理解啦 说这个是抗中保台啊 最重要时刻啦 所以昨天又来那边乱扯嘛 这个什么郭智辉引用了什么 这个民居正 又在说什么韩国瑜复根旗 是中共怎样怎样 说中共掌控立法院 这个没有用啦 我跟你讲这个太牵强了 这个 你觉得没有人会信喔 不 它就是老鸟嘛 就内趣 老鸟就是他们啦 那你看他最后还要扯老话题 还要扯中天啊 因为这坦白讲也是因为 最近希望帮中天方案的力量 也越来越多啦 有出来 这个包括那个罗志强嘛 他也蛮认真在处理 所以我是觉得他们就是找不到 就讨论国会改革这个议题 动员不了人啊 太无聊了啦 而且你后面还要视线 而且没有人认为你会赢啦 我说实在 因为一开始 大家还在考验 蓝白的团结程度 你表决两百多次都输 所以怎么可能在复议会输啦 这几率是万分之一以下啦 所以我是觉得 这已经失去了那个 兴奋 那个好奇的那个点啦 已经完全没有心意啦 那我刚刚帮你查一下 黄杰31岁 那县市长要30岁 他刚好有资格 OK 他我认为他不敢出来乱 他出来乱就是 我觉得周一寇最近跟赖金德 有点不太好啦 你不觉得吗 上次还跟那个 说什么他跟这个姚慧珍 看到现场有谁啊 还在那边乱扯 说他是什么什么什么 赖金德德什么什么什么 那我还有一些朋友去查那个 那个姚慧珍到底是谁 连我都不知道 可是我跟你讲 你会写到这个就表示 关系不太好了 那以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去讲黄杰 我看黄杰要闪吧 黄杰如果太高兴 搞不好会受伤 不过因为现在高雄的盘 其实已经蛮清楚了啦 陈其迈怎么可能来介入这个局 应该是有人会去投靠陈其迈啦 因为现有的竞争者都是新潮流啦 所以他们应该是去跟陈其迈 示好才对啦 我认为这一局大概就是 明天那就是动员的基本人数 那那个是撑场用的啦 事实上我今天就看到那个 民众党那个林毅君在质询 他说赖金德到底在干嘛 每天都在动员比人数是不是 就不知道他在干嘛啦 坦白讲一个总统当了一个月 你讲不出他的政绩 或者说你至少要有宣布重大政策 人家要成立三个委员会 三大委员会 那个也还没有政策嘛 那个只是他要扩权嘛 要把决策权抓在手里 揽权 那个是一种他对既有的院长跟部长 没有信心的表示 一般总统不会干这种事啦 干这种事太难看了 蔡英文也顶多就是年金改革 弄个零万亿 而且那个年金改革 那个委员会还是在行政院里面 你怎么可以设在总统府呢 你设在总统府就是伪赃建筑啊 而且你会有后果的啊 你到时候就会有外人来出席啊 搞不好有民间人士 那你也知道台湾这种政治啊 大家就开始打听啊 谁跟赖金的比较亲近啊 就开始拍马屁啊 拉关系啊 然后你就发现 那个委员会里面部长 只是其中之一 那人家就会觉得你这部长 又不是完全可以主导决策 那人家谁理你啊 所以我觉得邱太元有够倒霉啊 健康台湾 这明明就是卫福部的权利 一下拜拉到里面去了 对 对不对 那邱太元以后讲话 人家就会说你这个是定调了吗 人家就会说那个委员会开了没有 就一定会这样嘛 所以我觉得赖金的 真的不知道在干嘛 就是你去看蔡英文啊 蔡英文第一次刚当选的时候 他就立刻宣布他要做绿能啊 那虽然林权卡丘那边 那个第一年什么都没有 可是蔡英文一直讲 一直讲 对 对 对不对 就让人家觉得他要做什么 就不知道赖金的在干嘛 赖金的也没有一直讲他要做什么 就这些啊 就是委员会啊 不是 委员会不是政策嘛 委员会只是领域嘛 对 请问你那个搞那个 我还练不出来什么 全民防卫任性什么 对 任性台湾 那个我是还练不出来 请问那个是要干什么 那个准备要抓侯安提吗 还是这样 不知道他要干嘛 那个可能就要绕过美国和蔡英文吧 这可以 他自己 是不是 他自己来啊 你如果这样还是一种决策上的建构 我们不知道他要带大家去哪里 我的意思是这个 蔡英文2016还有阿扁 阿扁第一次政党轮替 他第一次就宣誓什么 党国要退出军队校园 因为那第一次执政嘛 那至少人家知道他第一年在干嘛 赖兴德到现在呢 不知道他第一年要干嘛 不知道啊 连河山演绎也不清楚啊 他自己都不讲 他不说 对啊 他都不讲 所以都不知道要干嘛 我觉得这个 也难怪林毅君 林毅君都跳出来 林毅君事实上 他本来也没那么高调的人 他就看不下去了 那民众党这一次 没有参与各县市的宣讲 对 那 坦白党他们地方的动员的力量 当然比较有欠缺 这个其实不做这个事 对他们不好 他们应该要宣讲 至少有几个重点区你该去 对不对 比如说黄国昌 你要让他动一动吧 至少有点四面 我觉得他们就是 不想跟你比场 可是没有比场你就没有舞台了 没有声音啊 对啊 对啊 那为什么会没有声音 因为你不知道 那其实你在干嘛 你如果知道他有政策 你好歹可以对着他那个政策 去动员反面的力量 就是没有 那现在给人家的感觉就是都陷入 这个宪宝的斗争之中 对 就是这样 对 而且这个完了还没结束 四线 四线大战 不止啊 还有四线之前能不能实施啊 对 那一段时间 对不对 对 那大家关心的第一个 一定是国情之文 你要不要来 我相信蓝白很快就会发出邀请 那你要不要来 我觉得大概都是纠缠在这种上面 所以就看得非常无奈 所以亮哥 那你对于明天的这个富裕大战 还有青鸟来讲的话 过场 过场 不会有什么意外了 对啊 连准备的食物都变差了 你很在意食物 因为有一些蓝的朋友说要过去偷吃 不要去抢了吧 结果现在过去都没有 没得吃啊 都没有兴趣 这有韩吉州 对 没有啦 那个是寒冰在跟我开玩笑 我的意思是说 大家都一心阑珊 是喔 一心阑珊 觉得这个 没劲 不可能翻盘 事实上政治对于输赢已定的东西 你要动员大家就比较懒了 因为输赢已定嘛 对 异性阑珊 而且呢 现在还传出说 是不是青鸟内斗 其实青鸟行动 从发起到现在 一直负面新闻不断 包括有志工在抱怨 在爆料 在翠上面说 帮忙整理资料熬夜 隔天早起帮忙管理志工 还被坐在帐篷区休息的志工 则被讯息没有传达清楚 导致人少 为什么青鸟会突然开始内斗啊 在网路上有这样的声音传出来 那在现场呢 昨天在现场的他就觉得 感觉好像批斗大会 警告这个警告那个的 警告徐晓星 警告叶文芝 警告洪梦凯 警告李燕秀 那王洪文委员就说 这些公民团体先锁定好目标 再找各种理由 攻击国民党立委 都是发动罢免潮码 王洪文说我也不是吃素的 如果要罢免我 我也会锁定吴思瑶陪我 所以现在轻鸟变成这个样子 一方面内斗 那么二来呢 你在现场 就像亮哥讲 你到底要干嘛 那搞了半天 让我们看到是文革在线 就是正当性不足嘛 完完全全 不管到现在轻鸟 已经动不出人来了 就是因为正当性不足的 一个原因嘛 其实从他们现场 因为我有去现场 的时候绕一下 他那个粥里面 就是加韩籍 就是韩籍粥啦 就是没有料的一碗粥 所以就跟这个轻鸟活动 是一样的没有料 就是现场都是始终载而已 所以我就开一个玩笑说 如果到现场去问一个问题 可能大家都会举手 什么问题呢 请问这边 大家是不是打高端 一定大家都举手 因为只有始终载 才会打高端 而现场过去的呢 都是始终载 其实这个状况 不是只有这两天才发生 是上个周末 其实民进党在各区动员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先讲嘛 对 现场其实 就是小猫几两三只 不是两三只 绕合街那个厂人有够少 对 当然下大雨可能 没比是一个原因 我们不能把人家 讲得太不堪嘛 对不对 但是我看了一个 还蛮心疼的原因是什么 你知道 当天下大雨 然后结果在现场淋雨的 都是老人家 你就看到那个老人家 然后就是 因为下雨又热 穿的洗衣里面很多 然后就套了一个 那个 套了一个那个透明的雨衣 便利雨衣 然后就这样子坐在那边听 然后雨下很大 当然他们很死忠 他们不愿意走 他们是坐在正中间听 很感动 但是 很不好意思 就是也很遗憾 现在他们的清党活动 就只剩下现在这一些 始终载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刚刚讲的嘛 正当性完全不足嘛 而且呢 在热情消退之后 大家会去慢慢思考 那我到底之前 去帮你站一下 去帮你这边上街头 去帮你骂国民党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回家大家都会做功课嘛 年轻人会做功课啊 你说老人家可能在死忠 的确他们死忠 可能还是会上街头 但是我觉得年轻人 是会做功课的 做完功课就会觉得说 我上去去帮你站街头 结果看着这个立法院里面的 一条一条法案 这样一条一条过 那到底我站在外面要干嘛呢 第一我又不能冲 我有怒气 我发不出来啊 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年轻人最难以接受的事情 然后结果呢 回家还没有车 然后还要再继续骂国民党 这我觉得还蛮好笑的 然后第二呢 年轻人慢慢回去做功课 之后发现 整个论述都不足 然后甚至被整个法案被扭曲 所以等于说我被骗过来了 好我被骗过来之后呢 我还要在现场看到一个 吵吵闹闹的过程 为什么会吵吵闹闹呢 民进党一直在讲什么东西 他们一直在告诉大家什么 这个青鸟活动 不是民进党号召的啊 不是民进党动员的啊 但事实上是不是 他们明明就在动员 其实就是 然后为什么搞到这样子呢 因为民进党不敢自己出手 所以只好拜托 他是友好团体出手 那友好团体 你想不是民进党自己去处理的 一定会有一些争议 一定会有纷争 啊这个是谁做 啊这个白椅子谁要排 真的啊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我连他们现场听说 是连那个白水白椅子 都有人在吵说 这个A区哪边要谁摆 B区哪边要谁摆 连这一种这么无聊的追忆都已经出来了 你认为去现场的这些支持者 会不会不爽 一定会的嘛 因为整个活动都变了掉嘛 他再也不是我 我认为的互民主的一个活动了嘛 所以当整个活动正当性不足呢 然后又变了掉的时候呢 我要去干嘛呢 我又不能冲 然后我去喊喊喊喊 阿富一让还是一样不通过 所以我就去那边晒太阳 我就去淋雨的嘛 所以我觉得现在他们的支持者也已经知道这个情况 就是现在的这个情况了 所以去完全没有目的性 去完全也没有办法把我的愤怒喊出来 当然我相信有一份支持者是还有愤怒的 而且还是认为这是所谓他们的反民主的什么等等的 但是问题是去他完全没有一个正当性了 所以就会导致支持者就想说算了算了我就不去了 等最后的包含视线啊等等的 我心理上支持但是我真的不会去包含连明天我相信 明天的人呢我认为是国民党会比较多一点点 因为这毕竟是第一次国民党为了这个国会改革法案站上街头 那其实对国民党来说很多支持者是忍很久了 你知道我们的电话被打爆你知道吗 前几波都在忍 被打爆说什么为什么都不有一些反应 为什么我们都不做一些这个 呃我们不造势啊 为什么我们不能上街头啊等等的 对然后他们其实还蛮气愤忍很久 所以他们也都很希望去上街头 帮我们发表一些我们的包含意见也好 包含他们的支持也好等等 所以我觉得明天国民党的人会是比较多的 对那我觉得明天当然我认为是不会有 国富一样只有一个案哦 对一下就结束了 所以我们的活动时间我们只有在早上而已 半天嘛 9点到12点而已啦 半天 对就半天而已 所以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冲突啦 但还是要呼吁到现场的民众 不要有任何就是比较情绪高涨 或者有冲突的一个行动 因为这样子很有可能就会掉入民进党的圈套当中 他很有可能就是希望去制造你的冲突 然后再来就是装可怜说 哎呀你看国民党的这个支持者都情绪都这个不理性啊等等 所以还是要呼吁大家啦 不过我觉得回头老话一句啦 你们要防有东西 是 现场可能会有人丢东西 对对没错 但是因为我们一边在中山南一边是在正江街 其实中间是隔着一个立法院 除非他们是有人刻意到 刻意到那个我们的这条正江 这条这个青岛东啦 才有可能就是丢东西啦 隔开的 对我们是被他们是隔开的 所以还有一段距离啦 但我觉得还是要呼吁民进党的这一些这个委员啦 因为你们在讲这些论述 已经完全不合理了 所以他们在现场才会 又提出另外一个你知道标的叫什么罢免 问题是这种东西 你把人带上街头去做罢免 这完全是践踏民主 这完全是把民众的智慧 踩在脚底下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最后打脸的都会是自己 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要讨论 因为这个青鸟返回立院 今天是第二天 那感觉上人数不如预期 那当然说下大雨天气不好有关 在昨天的时候呢 王定宇就直接po文说青岛东路下这么大的雨 坚持不肯离开的青鸟们好感动加油 青鸟行动 刑警长卓龙泰也说 听到场外喇叭声和雷雨声交织 于心不忍 好那网友就在那边酸啦 就说失道有不识平道 好真的是歌不灵耶好不好 玩谐音啊 因为这些卓龙泰啊 王定宇啊 这些民进党的立委们 这些大官们呢 你也没有站在现场淋雨啊 好那网友就说 全都被当棋子余弄 真可怜 他都是叫别人冲啊 好那当然在这边呢 国民党在明天呢 会派出蓝鹰来迎战 而且其实已经下了动员令 目前呢 粗估号召约5000人参与 号召支持的塞报青岛东路 他们认为这个人数可以破万 一定在这声势上绝对不会输轻鸟 那听说呢 这个是国民党的立委们 好像也有被分配责任嘛 每一个在苗栗以北的是不是 每位立委必须动员100人到150人 好在此同时呢 这个是蓝鹰在明天的行动 那么在昨天第一场这个宣讲 在街头宣讲呢 是徐晓鑫昨天在这个 他的选区啦 好在台北市的 永春捷运站登场 他临时拉来了西隆介 还有罗志强 好在永春市场这边开讲 说这场气氛很热烈 超会讲的 尤其谢龙介 那许晓鑫说我根本没有动员 但现场挤得水泄不通 气氛非常热烈 和对接的绿营宣讲截然不同 对接是谁呢 好是许淑华 好那许淑华找来了 大富翩翩的张文杰 好还有这个洪坚毅 那许淑华就呛啦 许晓鑫烙人在对街叫嚣 我先对这句话有点意见 烙狼 你自己旁边不是一样也是烙狼吗 他说他在 他请了这个谢龙介和罗志强来 那许说他自己旁边不是一样吗 他说从他们三人的宣讲内容当中 只有充满情绪化仇恨的发言 真的有尊重自己的国会吗 好不管怎么样 安婷国民党动起来了 而且在这边展现了一个团结的战力 非常好 首先我也在街头 在北投士林站路口 就清晨站路口 然后支持国会改革宣讲夜 已经两三天了 那么为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提前的来做这件事情 因为民进党现在也是号召地方的议员 在全台每一个地方都有指定时段 然后都有指定人物 必须要在地方上来做宣讲 所以才会许说话去站路口 比如说我们在北投士林 也有民进党的议员 然后去市场上去做宣讲 就是摆个肥皂箱 然后几个助理就在旁边讲 所以我们当然必须要有所反制 必须要在舆论上至少取到一个平衡 但是我认为 这也是民进党的弱点跟败底 因为稍微看了一下 民进党议员的相关直播 他如果是在这个所谓市场上宣讲 没有人你知道吗 为什么 就市场上这个要买菜的就是不想理的 当然就是很明显的 什么市场 人家也在这个泳村市场 很明显你就感受得到那个态度 真的就我看几个民进党议员的直播 对吧 就是远远的从镜头远到近 这中间就没有人在旁边听 很冷清 那当然可能时段啊 或者比如说那个市场的蓝绿 是有选择差别的 那当然每一个 但至少对于民进党来讲他有动 他有动那有没有效果再说 但至少让人感觉到 民进党是 因为他的所有的行程都已经贴上来 告诉你了 就是哪一天 几点在什么地方 那民进党的哪一个议员 会有所举办 所以我们当然必须要有所反制 那么当然就国民党有所举办 然后彩威好像在明天 今天也有办 所以这都是大家都动起来 那我站入口 然后有人这个宣讲 大家采取方式都不一样 都是要在舆论版面上来做平衡 那么第二个我认为 绿营在地方上全面开花 因为还有一些属于什么 青年朋友的在地方上接奖 都有哦 这个绿的其实是动员的蛮彻底的 但我认为这也是他的败笔 为什么呢 因为我作为一个如果普通的老百姓 我普通的绿营支持者 我如果已经参加过你地方上活动 我就不会想要再跑到立法院了 那要付出多大的热情 我要天天去啊 对吧 就我到你地方上 不够死忠不会去的 你要够死忠才会去立法 那死忠到一定程度 那人一定就够少嘛 对对 你说因为今天只有立法院那边有一场 好那支持者就会去 但如果今天我家门口 我看到民进党议员就在那边 我已经跟他表达过加油了 我可能也在旁边听 听半个小时了 那我为什么还要再到立法院 所以半月多场 然后呢那你在最后的那一场 就没有人来 因为呢像我举办的是 像我们是属于这种 站路口行的比较不一样 为什么 站路口那个车流来来往往 这不影响他礼拜五 还要继续来参加那一场 因为他并没有所谓 坐下来待在那边那么久 可是民进党办的那种 所谓的座谈会 对吧 大家都是要坐在那边 坐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像前几天他们甚至要淋雨 在那边坐两个小时 对 那你觉得淋完雨坐两个小时 那他周末还要再来一趟吗 那是不是要死终的死终才会过去 对 所以自己在消耗这个 目前立法院能量跟人数的始作俑者 就是民进党自己啊 就这个人数已经少到什么地步了呢 稍微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 好 这是这个所谓青鸟 他们自己在招 好 义工 招义工 他们这边上面写的是说 只剩下最后一天 是在618的时候贴出来的 就每个时段呢大约都要招四五十个人 晚上要招比较多人 干什么呢 就是都有缺额啊 诶 上次不是号称十万人上街 对 十万人上街 结果现在 你一天连158个人都凑不到当义工啊 这就是现在所谓青鸟的惨况 那当然这很清楚就是找什么 就是叫长老教会啊等等的 这就是现在没有人啊 所以绝对不要在那边辩解说 其实我们人很多啊什么的 你们人就是少到 连要当义工的人都凑不满 这就是铁蒸蒸的现状 那为什么呢 第一个像我刚刚说了 是民进党自己的失败 因为你们把这些人 全部都放到地方上到处去讲 而且到处去做动员 第二个当然就是这个议题 本质上经过了两三周的讨论 大家也都慢慢沉淀下来了 知道谁是谁非 各种民调的展现都发现 支持国会改革的 是多数民进党造谣 胡说八道 大家听不下去 那再来一个呢 就是当初之所以 那么多人很多人 他是去凑热闹的 结果现在一看 就没什么热闹好凑了嘛 对吧 这有什么好凑热闹的 就当初那假设就一万人 至少几百个人 都是去凑热闹 搞不清楚状况去看一看 看完了 那你觉得下次 还有必要再去看吗 没有了嘛 所以自然而然 这就是现代所谓青鸟 在走下坡的开始 那么在本周五呢 我也是对我们在野党阵营的 所发动的 是有相当大的信心 因为很多人 确实已经忍很久了 好 如果说青鸟呢 最起码这一次 在立法院就是三天嘛 可是蓝绿的宣讲会持续 我想问亮哥 你怎么看这一次蓝绿宣讲 谁会比较有效果 因为当然绿营始终 一直想要复制 就在当年的四大公投的宣讲 那这是非常有成效的 那这一次还会一样吗 那国民党这边呢 各个都不是吃素的 所以亮哥怎么看 不 因为上次那个 后面有投票啊 对 所以还是一种形式的选举 对 我认为没有一个验收的东西 那个力道会不良 动员群中真的很难 因为大家努力努力 就撑那口气嘛 那就希望越搞越大 那你同一个地方 也不会只办一场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坦白讲 都比较像过场 可是为什么蓝银的人会比较多 因为他就是 他觉得他是政策的受害者 那就一直被抹红啊干嘛 我就有很多人会有感觉 他们上次也透过媒体看到了 那个绿营的嘴脸嘛 那他们早就想来啦 所以我是觉得 所以他们比较容易集结啦 就是 所以 而且因为上次没有来嘛 而且这次只有一天嘛 所以我是觉得明天蓝银的人 确实像那个采薇讲的 人一定会比较多 一定会比较多 而且可能会更积极 所以到时候可能 双方都会有人想要抢到对方的场 那上次不一样啦 上次因为是第一次嘛 而且上次一开始出来主导的是济南教会 对 那那个主导的议题都是抗中保台啊 坦白讲都是抗中保台 跟国务也没什么关系啦 那可是后来大家就觉得 这个跟抗中保台没什么 没什么关系啊 而且坦白说这个赖清德 赖清德在这一个月来讲的话 这个人家也不觉得你讲的有说服力啦 比如说你说你要抗中嘛 抗中嘛 那你到底准备了多少 那个福建一艘船 就直接闯进淡水河口 就是有一些事件已经发生了 那人家就觉得 那你真的有在抗中吗 你自己有准备好吗 那比如说无人机 飞到金门的上空 对不对 最近有一堆事耶 就是人家来了 你也还不是只能眼睁睁的看着 是啊 就你也没折啊 你也没有反制的方法啊 甚至还不要讲一些 有一些人已经在外面传啊 说你的小孩有回来台湾吗 那这个就更根本性了 对 那当然还有那个什么 迷航机怎么越过金门上空啊 就有一大堆 就是奇奇怪怪的事件 那还有潜艇就给 钓小馆的澎湖渔民看到 就都是这种事件 人家就会觉得 坦白讲如果是 长期被你教育的那一群 抗中宝台最激烈的群众啊 他们就会 感到惊慌你知道吗 就会觉得好像快要 快要来了这样 那结果你也没什么本事啊 顾力雄现在已经有一句口头禅啊 什么 我们都知道状况 你不觉得顾力雄永远不是这句话 那句话很好用耶 所以我们都知道状况 可是你没招啊 人家也不照来 像今天人家就问他说潜艇的事 他就说 我们知道他刚离开 我的天啊 两天啊 他说我们知道他刚离开 都是这一类的嘛 所以我 我坦白说啦 这个 抗中宝台不管是你要去指控别人啊 那证据也太薄弱了啦 尤其是 李明君正要去连韩国瑜 这个扯太远了 韩国瑜连大陆都没去耶 对不对 而且韩国瑜据我了解是 有人酝酿8月1 邀请他都没有答应 这亚洲周刊写的 亚洲周刊写的 他表示 他还是认为台湾 他有一些事情要先处理嘛 对不对 所以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 不管是贴人家标签的啦 或者是 你该有的抗中的准备啦 也看不出所以人啊 对不对 所以 你看游鱼龙的民调 为什么赖心者会跌9% 对 对不对 我觉得还有一点嘛 也蛮重要 就是你真的没有亮点 就人家不知道你在干嘛 只这一个月了耶 其实 赖心者这个是一个警讯 因为游鱼龙第一个民调 是4月底做的 58% 57.5% 对啊 那表示人家对 你的内阁跟你上任有期待感 是有期待的 对 然后6月10几号做 跌9% 对 就表示你这一个月来的表现 真的是 坦白讲是非常的糟糕啦 但对赖心者会不会觉得说 我还有48% 我当选才40%啊 所以现在还有 对啦 可是我们因为 现在是在讨论群众嘛 就群众就冷了啦 跑啦 对啦 冷了啦 那至于赖心者未来怎么去 拉他的民调或者再去 比如说新北 我们也看到几个民调啊 只要蓝白不合作 要胜选还是很蓝啊 对 对 这个就是一个现实的局面嘛 那 就这个就是赖心者当选的原因啊 那 新北会不会再发生一次 对不对 现在不是有人在讲 对不对 所以像我一个朋友就寄给我说 其实苏巧惠也认为 他也不会输郑文燦啊 因为蓝白分裂他也会上 是 所以 所以他说关键是民进党内的斗争啊 因为大家都认为自己会上 因为蓝白没有整合嘛 所以我觉得赖心者想的 有一些可能是这一类的啦 他不是在想政绩啦 他在想怎么样让蓝白继续分裂 他怎么样去斗争柯文哲 他怎么样去这个又用两岸的议题来抹红国民党 我觉得这个人的本质真的是斗鸡啦 就是你怎么不会去想说 我应该跟老百姓休息一下 好好做点好事啦 让大家觉得生活变好 你怎么不去想这个啊 他都在想我怎么斗争对方 所以我是觉得 我觉得这个也是悲哀啦 可是目前看起来就是如此 你也和我一样爱吃米食 面食 甜点 以及手摇引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 每日完胜白肾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三十分钟一次吃两颗 吃大餐 So easy 旺旺出品的这一款 每日完胜白肾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夹链包设计 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肾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Go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 以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是 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额外折口